大家好 今天要和乔迷分享的话题是 中国奥委会正式官宣 身影沙突出坏消息遭打击 刘国良也无能为力 今天和乔迷们一起来聊一聊国拼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 近期国拼已经正式结束隔离 然后 各个队员 也是就地解散 然后迎来了胆战的休息调整 那么接下来呀 在开领之后 身影沙等国拼队员了 将会参加 澳门战的挑战 那么其实提到 小魔王身影沙 在经历参加的 几项国际大赛中 确实收获颇丰 东京奥运会上面 获得了 这个女团的金牌 在四平赛上面 获得女双和混双的金牌 在世界杯决赛上面 终于如然一场拿到了 女单的冠军 然而呢 就在近期啊 身影沙 在世界杯决赛上面 获得的 女单冠军 确已迎来了 大反转 根据 中国奥委会 正式官宣消息 在2021年 体育方面进行总结 中国运动团 总共获得了67个世界冠军 其中 乒乓球项目 是8个世界冠军 那就意味着了 身影沙与樊振东 在WTT世界杯决赛上面的 单打冠军 暂时 没有 获得认可 没有 被定义为世界冠军 众所周知 在东京奥轮会上面 国平拿到了4个 世界冠军 休斯顿四平赛 拿到了4个世界冠军 那么因此啊 总共就是 8个世界冠军 也就是说了 身影沙 在世界杯决赛上面 获得的 女单冠军 并没有 被官方认可为 真正的世界冠军 确实啊 令很多球迷感到惋惜 身影沙 同时啊 也是 受到坏消息 遭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那就说明 在经历了 身影沙 并没有获得 真正意义上面的 女单冠军 其实啊 在晴淡时经 日本队的小将 伊藤美成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谈到了自己的看法 他也认为啊 本次WTT世界杯的决赛 散布上 真正意义上的 世界大赛 因此啊 身影沙 获得的 女单冠军 不能被认为是 这个世界大赛的 女单冠军 那么现在啊 从官方 宣布的消息来看啊 伊藤美成 说着话了 已经被印证 那么 对于刘国梁指导而已呢 确实对于这个结果了 也是无能为力 那么首先 刘国梁指导 安排国评的 九位王牌对吧 参加世界杯决赛 肯定是希望他们 既能够 得到一定的 担定机会 另外一方面呢 也希望他们能够拿到 世界冠军的头型 然后现在呢 国际拼领 以及中国奥会方面呢 并没有承认 世界杯决赛的 女单冠军 为真正的 世界大赛冠军 确实啊 刘国梁指导啊 也是啊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对于小王王身影沙尔赫 也不用气馁 毕竟今年孩子也21岁 未来 有大把的机会啊 去冲击 真正意义上的 女单世界冠军 尤其啦 本次 世界杯决赛上面了 身影沙通过自己优异的表现 已经成功的征服了国内的球迷 在球迷的心中 身影沙就是 女单世界冠军 尤其啦 身影沙还收获到了奖金 另外啊 还收获到了 至关重要的 女单世界排名积分 这对于身影沙 未来的职业生涯 是大有帮助的 虽然说身影沙啊 突然收到了这个坏消息啊 遭受到一定的打击 但是呢 球迷们依然啊 认为身影沙 本赛 本领度啊 在世界大赛中啊 各种表现非常的突出 我们也期待着了 身影沙有朝一日 能够拿到真正意义上 被官方所认可的 世界大赛的女单冠军 球迷朋友们认为呢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